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ABT足坛的YouTube频道 那今天呢又是新一期的赛后观感啦 主要讨论的呢就是英超第11轮赛事 六普对垒狼队 那中场比分呢六普主场以4比0击退狼队啦 那关于这场比赛呢 我在我的频道上面有做了一个赛前看点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点击资讯卡去看一下吧 那谢谢你们啊让我的频道突破了100订阅数哦 那2020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往150订阅数前进吧 那如果喜欢接下来的内容的话呢 也可以按下订阅按钮支持一下啦 那首先先谈谈双方的首发11人吧 那六普方面呢跟我预测的有一些不同哦 派出的是4-3-3的阵型啊 门将这边呢当然啦选择了Kevin Kelleher 那四后位呢毫无争议的就是Neko Williams Joel Martip Fabinho以及Andy Robertson啦 那三中场呢派出的是Jordan Henderson Genie Warnolden以及Curtis Jones哦 那Jones呢这一场是本赛季个人的第四场赢超比赛啊 在商兵累累的情况下呢 这名小将呢真的是得到很多出场的机会哦 那前场三叉戟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Mohamed Salah Bobby Firmino以及Sadiou Mane啦 那前狼队球员Diogo Jota呢这一次则是坐在板凳上了哦 好那蓝队方面呢跟我预测的其实是大大不同的啦 再一次摆出四后位的阵型主打4-1-4-1哦 门将Ray Patricio四后位是派出了Nelson Samedou Conor Cody Willi Bolli以及新影员Marsal啦 那防守中场呢其实是给到了Ruben Neves 那右中场Adama Chouare 双中场Lander Dendonker以及Joao Moutinho 而左中场的位置则是给到了Daniel Pordens啊 那单箭头呢这一次又是给到了Pedro Neto啦 代替受伤的Raúl Jiménez 那其实呢跟我设想的还是有一些差不多的啦 就是Pordens Neto以及Adama呢的确是组成了三叉戟哦 那狼队呢在这场比赛呢其实战术上面有几个很有趣的地方 那等一下呢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一点啦 好在分析两队的表现之前哦 先说一说这场比赛呢球迷是已经可以进场了啦 那说真的听到了很多很多很怀念的那个欢呼声啊 以及那些Cloud Chan哦 那比如说利物浦的You Never Walk Alone啊 Fermino的Sea Senio啊还有AlayAlayAlay呢 终于回到球场内了啦 那其实听到了呢我也是满满的感动啦 那再加上了赛后Jergen Klopp呢 又在Klopp End做出他最经典的那个Pump Fist哦 那那种感觉呢是真的真的很棒啦 那无论如何呢现在就马上来分析一下两队的表现吧 那组队利物浦方面呢上半场除了Mohamed Salah的进球以外啊 其实打的比较安静一些的啦 跟狼队呢有一种硬碰硬的感觉哦 可是到了下半场呢45分钟里面就打入了三球哦 可以说是本赛季数一数二的45分钟 高水准的表现啊 那这一场呢利物浦呢就回到了前几个赛季的打法哦 老的利物浦那也就是呢靠着双边位前叉以及前锋后侧的打法 再加上其实开场前15分钟啊 Jordan Henderson呢是比较像是主打右中场 那进行拉边哦 但是随后呢其实就跟Jones啊还有Wan Alden换位了 变成Jordan Henderson居中那Wan Alden主打左边 还有Jones的就折在右边啦 那Nicole Williams和Andy Robinson呢这个双边位前叉战术其实都做得不错 而且Jones呢在右中场进行的协防啊其实也是做得很到位的 总的来说呢场上11人呢都交足很棒很棒的成绩哦 那反倒是狼队啦 在上一场击败阿森那之后呢这场比赛呢反而打不出状态哦 其实上半场呢勉强来说还是可以的啦 那个施压呢B强呢都做得蛮有调理的哦 只是前场的传球质量其实不够好 唯一的亮点呢就是Daniel Podence的吊色啊还差一点破门哦 那有趣的是呢在90分钟里面呢 主帅呢替换了三次阵型哦 好那一开始呢我们看到的是4-1-4-1的啊 那打到大概下半场60分钟落后两球的情况下 新影员Fabio Silva呢就换下了Rubin Neves啦 那这个时候呢阵型呢就改到了4-2-3-1啊 Fabio Silva主打单箭头 那Podence呢Nepto以及Adama Truare呢就组成三个攻击中场哦 那双中场呢就由Joel Moutinho和Lander Danonco来作证啊 那狼队呢其实并没有想到这个摆阵呢 竟然又丢失了一球哦 那在落后三球的情况下呢 主帅Nuno呢就把Podence换了下来哦 那换上左边瑞 Ryan Agnuri 那阵型呢又变成熟悉的5-2-3了啦 那结果呢不但没有进球啊 反而还丢了第四球哦 那这里狼队的表现呢 讲真的啦还是蛮差强人意的啦 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谈谈这档比赛的进球吧 好那第一颗进球呢是在第24分钟 由六普的Mohamed Salah打入的哦 那六普中场Jodan Henderson呢在后场呢 中后场啦进行了一个长传想找六普的前锋啊 那皮球其实是给到了狼队的队长Kono Cody哦 那千六普人呢胸口一个顶球失误呢 皮球直接给到后面插上了Mohamed Salah啦 那埃及人拿到这个大礼呢 当然也是不客气的把球射入网内哦 那这里呢其实也没有太多好分析的 因为纯粹呢就是Cody的一个大失误啦 那值得赞扬的是六普队长这个很有想法的传球 以及Salah的跑位还有B枪哦 那埃及人其实是完全没有停下脚步了 即使呢球已经传歪了啦 但是六普最著名的呢就是勤奋的跑动 那在这里呢就体现出了他的重要性啦 那六普一比零领先 好那时间一直来到第45分钟哦 在上半场结束之前主裁判这里 其实判了Sadiou Mane在禁区内 举角踢到了Kono Cody哦 狼队获得点球 那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六普就真的是非常愤怒哦 队长Handerson啊Robertson啊 Fabino Matip甚至是Fermino啊 一群人直接都涌上主裁判说 这球是没有放轨啦 当然啦 救星VAR就出现啦 那在这里呢主裁判是用耳机跟VAR进行交流 不过最后呢还是决定自己去荧幕看哦 那这里我觉得呢Mane其实完全没有触碰到Koody的啦 那狼队队长呢 比较像是做了一个假摔的动作啊 那这一次其实很棒啊 VAR竟然没有把点球判给狼队哦 那这一次呢是公平的 那不过呢让我觉得其实比较有争议的 其实是Koody的假摔呢竟然没有背叛黄牌啦 那不过呢上半场其实就此结束了啦 好一直来到下半场第58分钟 那利物浦的第二颗进球是由Gini Vanulden打入的哦 那这里呢狼队进行一次进攻 那船中呢被Kurtis Jones给截了下来啦 那船球推到了给Roberto Firmino 那中场其实这里是一边混乱哦 Firmino并没有把球控好 然后就那么刚好的皮球弹到了Jordan Henderson的脚下 那英格兰人呢一脚长船直接找到了Gini Vanulden 而且这里呢利物浦其实是呈现一个三打二的状态啦 那荷兰人呢没有把球分给Mane或者是Sala 因为两位后卫哦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专注在防守着Mane和Sala的 那最后Gini Vanulden选择了自己打门 皮球飞上龙门的右上角啊利物浦2比0领先 那其实这一球呢又是利物浦的一个完美的反击啦 那Handerson的长船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哦 而Vanulden面对Koody呢是非常冷静的 这一颗进球呢其实是有一点看到Vanulden在荷兰主打影子前锋的样子啦 那打门的角度的选择都是一级棒的 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太多的那个死牙哦 那进球后呢其实还致敬了Vanulden的那个庆祝方式啊 看了真的是很感动哦 那利物浦2比0领先狼队啦 好第三颗进球呢 Joel Matip打入了本赛季个人的第一球哦 那这里呢利物浦得到了脚球机会 Jonathan Henderson短传给了Mohamed Salah 那埃及人的内窃左脚传中啦 Joel Matip轻轻松松的把球投入往内哦 那这一球呢是利物浦的一个脚球战术啦 那在salah的传中呢进入禁区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看到Fabinio Matip还有Sadio Mane呢 都是已经准备好投球了啦 基本上Mathip这颗进球呢是一个简简单单的tap in goal 那狼队的后防啊还有门将啊其实也做不了什么的啦 那利物浦呢3比0扩大了比分哦 好那最后一个进球呢就是待机78分钟啦 那这里呢利物浦中场Kurtis Jones持球推进 那一个长船呢找到右侧替补上场的Trad Alexander Arnold啦 那利物浦太子呢直接来一个月牙弯刀哦 完美的船长想要找后点的Sadio Mane或者Mohamed Salah 结果呢狼队右后卫Nelson Semedo的拦截没有成功哦 反而还把皮球打入自家龙门哦 那葡萄牙人在安菲尔德球场的经历呢简直是一个噩梦啊 上一次呢是代表巴塞罗那输了4比0 那这一次为狼队出战又是一个4比0哦 而且还自白五龙啊 那这里看到Tran的传种能力真的真的是很惊人哦 那本赛季其实呢Tran的表现算是下跌了蛮多的啦 那就希望他可以keep着这个感觉啦 继续送出更多高品质的传种球吧 那利物浦呢这里就4比0锁定胜局了哦 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谈谈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啦 其实这里呢利物浦全队上下我都觉得踢得非常非常的好 狼队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啦 这里的人选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挺多哦 像是一颗进球一颗助攻的Mohamed Salah 或者是中场表现不错的Kurtis Jones 那我这里呢我比较想要重点提到三位利物浦球员啦 那第一位呢就是年轻门将Kevin Callahan 那哇22岁Premier League debut 零逢对手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 本场呢有四颗普就哦 其中普掉Produs的那个吊涉是最为亮眼的 而且脚下功夫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哦 有一点Alison Becker的影子啦 那现在呢是非常期待Kelleher呢 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啦 好那第二位要提到呢就是利物浦中场引擎啦 吉尼瓦尔登也是利物浦官方赛后选择的那个最佳球员哦 那这一场呢已经是瓦尔登连续出阵第11次了哦 而且本场呢除了打入一球啦 控制球场控制中场的那个表现也是非常亮眼哦 在中场呢其实就进行了很多次的拦截啊 还有他最为厉害的护球哦 而且成为利物浦粉丝呢 我真的不喜欢看到瓦尔登的离开啦 不过这名荷兰人呢每一次上场 其实都给出了100%哦 真的真的是非常的敬业啦 好那我个人的本场最佳呢 其实我会给到利物浦队长Jordan Henderson啦 那主打防中的效果呢其实是越来越显著哦 在Fabinio后撤成为centreback的时候呢 一开始大家都还以为可能Jordan Henderson 并没有办法去主打这个防中的位置哦 那即使没有了Fabinio Handerson的中场拦截啊 抢劫啊还有长传能力都是不可以忽视哦 本场呢其实就送出了一颗助攻 而且加上第一球其实算是直接制造出了一个机会啦 那利物浦队长呢在本场比赛呢 几乎是控制完了整个中场啦 绝对是我心中的最佳球员哦 好那来到了本场最差球员 那其实我这里呢有三位人选 都是来自狼队啦 那首先呢先略提一下Daniel Porden 那相比Pedro Neto呢 Pedro Neto这场比赛是显得特别安静哦 除了上半场的那颗瑟门呢 几乎就没有任何存在感了啦 那原本以为呢他会利用速度来攻打利物浦后方 结果反而是没有得到多少个球权哦 那这一点呢让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可惜啦 好那第二位要提到呢 就是拥有很多球权但是却做不了任何威胁效果的Adama Troare啊 那我个人的话呢我其实是很不Rate Adama的哦 那我一直觉得他是除了速度以外呢 就没有太多的技术啦 那本场比赛呢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Adama可以突破后防 但是突破之后呢多数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干嘛啦 那传球能力呢又没有其他人的好 射门能力其实也是普通哦 那其实狼队呢有不少机会也是浪费在他的身上的啦 那我当然是喜欢西班牙的边风呢可以加强这些技术哦 把自己的能力带到下一个阶段啦 好那我个人觉得本场最差呢就是前利物普球员Kono Cody啦 那本场呢送出了一个致命的失误哦 而且面对Gini瓦道的攻击呢又没有办法防下啦 那虽然呢在后场有进行了几颗不错的长传啦 但是综合来说的话表现其实是不太理想啦 所以呢本场最差球员呢我就只能给到这名英格兰人的啦 好那我在结束这场节目之前呢我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啦 因为最近由于工作的那个关系 而且最近呢从下周开始其实英超球赛呢 每隔三四天就有一场啦 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赛前看点还有赛后观感 那下一场对垒福尔汉呢的比赛的话 其实我是不会做赛前看点和赛后观感啦 但是呢热次的比赛我就会做这两支影片啦 那现在节目到了最后呢 我会送上自己的球员评分啦 评一评全部球员的表现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喜欢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 并且follow我的脸书专页啦 那全部连结呢都会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啦 那以后我还会送上更多的赛后观感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你们的观看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